2月2號早上8點半左右 在宜蘭市建南南路155-1號附近 是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車沿建南南路往原山方向行駛 疑似車速過快不慎車輛失控至致狀路旁的路數 導致翻覆在路上有名駕駛而受傷 車上沒有其他的乘客我們立即將他送醫救治 2月12號也就是大年初一 上午大概11點左右在宜蘭市建南南路66號附近 是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車沿著建南南路往撞圍方向行駛 疑似車速過快轉彎不急導致致狀路數 除了駕駛輕傷以外 車上會有另外一名乘客 這名乘客是腳有骨折的狀況 我們也是立即將他送醫救護 這兩起交通事故都是在宜蘭市的建南南路段上面 兩起交通事故的地點相距大概是100公尺左右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都是可能有車速過快的狀況 這兩起交通事故警方之後有對兩名駕駛來進行酒測 都沒有酒精反應 詳細的造勢原因就有待後續的調查釐清